台北市议会议长吴碧珠日前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国民党三日起居一堂,在市议会欢送吴碧珠,党主席吴敦义亲自献花,并对吴碧珠担任议长时出色的表现夸赞不已,吴碧珠也感性地说,在议会三十七年的岁月,跟我们许多的同仁相处过,没有大家的支持,帮忙,协助。 我相信,没有今天的吴碧珠,最后吴碧珠驻年底大选所有参选人都能高票上任,另外九合一年只剩不到两个月,根据民调显示,丁寿中仅落后科文哲三个百分点,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对此表示丁寿中的民调的却持续稳定上扬中,在蓝军票仓大安区,文山区也明显领先。 国民党三日起聚议堂,党主席吴敦义亲自献花,在台北市议会欢送一张吴碧珠。 摄影记者谢玉鑫。 分享相关阅读。 谁能撼动柯文哲? 台北市长最新胜率分析。 我 Pamra来这次 crops 浏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